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皇 儿臣有一事 想上奏 你说 在虎奔军 护送锦炎的过程当中 大见锦萱 违抗皇命 公然阻拦 还望父皇明见 锦萱 你给顾起来 陛下 方才楚河 说的可是真的 陛下恕罪 锦萱的确想在锦炎入宫之前救下他 你 你好 你好大的胆子你 陛下 锦萱自幼与锦炎一起入宫 虽然不是兄弟 但是 却更似兄弟 此次他铸成大错无可挽回 锦萱的确留有私心 想要救下锦炎 但是那份手书自然会留下 交给陛下的 锦萱大见 锦萱大见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可笑 父皇 锦萱所作所为 并非一己私欲就能盖过 还望父皇明朝 锦萱 自今日起 你禁足平心殿 若无辜的亲准 不准你踏出殿门一步 崇儿 父皇 你来查锦萱私自出宫 和抢夺手术一事 儿臣遵命 锦萱公务是父皇的半毒大剑 从小陪着父皇一起长大 你想让父皇杀了他 没那么简单 我知道 我今天没有打算就此杀他 父皇能把他关禁闭 我已经知足了 至于后面该怎么做 就得拜托二哥了 这就是个烫手的山芋啊 不过相比锦萱大剑 这个锦萱公公 倒是更值得信赖的人 没想到 他能为锦萱做到这一步 不过是个愚蠢的人吧 空有能力和权力 却只想救一个不是同宗的师弟 所以说 我们不是一路人 那你们又何尝是一路人 我和锦萱公公也不是一路人 若论意志力 我不辱他 那你们两个人呢 难道有了点恩德 就能成为一路人了 我们想法有些相同 不过走的路 却千差万别 六弟 六弟 看来我们也不是同路人 是啊 我们走的是两条路 不过是偶尔交汇在同一条路上 走那一段罢 最终还是要分道扬镳的 二哥 以后的路只会更难走 凤凰 凤凰的身子 百兵一致 心病难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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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